大家好,我们是大树中文 2024年就到了 很快的参数我们大树中文出国 看现在有76期 你看一年有52个星期嘛 那就是一年两个月有吗 对,差不多了 差不多 一年零两个月了 是吧 我觉得今年很厉害 因为我们就是第一 我们的粉丝破万了 你是王婆卖瓜是吧 自己说自己很厉害 对,而且我们开通了会员 而且现在就是付费会员 已经达到了90多人了 所以我觉得好厉害 谢谢大家 对,谢谢 我们今天其实最主要呢 是要分享大树们个人的展望 跟对大树中文这个频道的展望 当然也借着这个机会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会员们 当然还有很多不是会员的支持我们的朋友们 我们绝对是非常需要你们的支持 那我觉得这一年多来 那我觉得这一年多来 大树中文从几百人 然后茁壮到现在几千人 然后再进而茁壮到现在已经 真的我觉得再过几天就要破万了 已经过万了 这个 现在已经过万了 已经过万了 对对对 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一集 这集 这个 这集开始上去之后啊 就已经破万了 所以 呃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是 对我来说是始料未及的事情了 对 所以我想先问两 先问两位大叔对这一段历程 一年多来 你们的心里有什么感觉 然后我们学习到了什么 然后 你会觉得这个过程是必然 还是一个偶然 还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变化 我们先问问Ben叔好了 Ben叔满脸笑容 春风满 就是开始做的时候 就没有期待嘛 就越没有期待 反而那个带来的成就感就越高 而且就是有时候会想啊 因为我们不止在YouTube嘛 而且声音也会在那个Spotify 嗯 也就是感觉啊 有那么多人在收听我们的 我们的声音就是 传遍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我觉得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对 就完全 对 没有想到啊 哎我记得那一天 是不是参数你有去查那个 那个Spotify的 对年终总结的这个 对年终总结 他是怎么样告诉各位观众 我忘了 就好像有好几万人 十万人 有十万人听过我们的节目 对 听过我们的声音哦 嗯 然后到了很多国家 好像超过一百多个国家 对吧 嗯 然后在中文学习的这个播客里面 我们的名次也算蛮前面的 嗯 这个我我个人也觉得蛮惊讶的 因为我一开始其实 我也跟各位分享过 我一开始是完全不看好大书中文的 我觉得可能两个月就会自然消亡了 然后就没有人要看三位臭男人嘛 大家都要看美女 但是你要给参数个面子是吗 对那个时候其实是觉得 但是又不熟为什么给我面子 对啊 那个时候是不好意思拒绝了 然后另外就是说反正会自然消亡嘛 所以都是因为脸皮薄成就了大书中文 就是这个我们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就是这样 嗯 就是不好意思啊 就是先先给对方面子 对不对 嗯 那但是做了一阵子之后 我倒觉得很有意思 其实我觉得我们三位老师除的是中文老师之外 嗯 我们特别喜欢脑力激荡 对不对 对 我们特别喜欢把彼此的想法讲出来 嗯 然后去听听看 去理解一下对方是怎么想的 我觉得这都是我们爱做的事情 不管是在播客 不管是在频道 还是我们日常生活跟别人相处的过程中 我们都喜欢跟别人讨论事情脑力激荡 对 所以我觉得大书中文倒是给我 给了我一个很棒的 嗯 一个原地 对 让我可以 比如说跟你们两位大叔交流 嗯 其实我们每次入节目的时候 我都觉得很好玩 因为我不觉得我在入节目 对 我觉得我是在跟你们两个聊天 然后每一次我讲了一个观点之后 嗯 你们就有新的观点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一直去叠这个观点 然后我就会觉得 嗯 对 我就会觉得说 哎 我自己也获益匪浅 对 更不用提说 我们还邀请嘉宾 我觉得大叔的嘉宾真的来自五湖四海 嗯 有母语者 还有学习者 还有已经非常高阶的学习者 对 然后每一个人的观点都非常不一样 嗯 所以这是我的感觉 我觉得大叔中文这一年多以来 也给我不少的成长 很默契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真的 我们的默契 我记得第一次录那个早堂那一期的时候 嗯 就完全也没什么准备 然后挺紧张的 但跟你们聊着聊着就忘了再录节目了 就就沉浸在那个话题里边了 所以后来就是 而且每周就是这个方式的话 不觉得是压力 觉得就是过去跟你们聊天 就很享受这个过程 所以 所以我能坚持下来 因为我自己是很有拖延症 或者是有惰性的一个人 我做一个东西 比如我自己的频道 如果我自己做的话 我就很难坚持 自然消亡 对 有你们两个在那边 我就觉得有一个潜在的压力 我这个不是为自己做事 我也要考虑 其他你们两位 对吧 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这个 蛮好 对 分工的不一样嘛 每个人 我们三个人是真的分工不一样 各有所长 然后才把这个事情 很好的往前推进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我想到这个主意的时候 我是 我是能看到这个节目的前景的 因为我一开始 肯定是多了 做了一些调查嘛 我当时在 做功课 对 油管上去搜索了一下 我觉得好多中文频道 都是交出街的 我们其实相对 就是我们三个 相对是在往中高阶走的 这个比较稀缺一些 对 我觉得中高阶的学生 好像被忽视了一样 就感觉到了中高阶 就找不到材料了 对 就是直接看母语者材料 有点太难 需要一个这个中间的桥梁 对 而且我当时看有这个Mandary Corner 它有一些播客的节目 其实我觉得那个形式很好 而且我们三个之前也一起做个直播 我觉得这个 我之前第一期的时候就提到 我们之间有化学反应 就感觉很舒服 对吧 就在一起说话的时候 很奇怪 我成天和我这个 我老婆就说这个时候 就是和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 总是很开心 不管说什么话都能接上 开玩笑也都无所谓 大家随便开玩笑 也不会觉得没冒犯 怎么样 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特别好 我之前也分享过 就是大书中文 确实对我个人成长也很有作用 我像笨书一样 确实以前也有拖延症 可能每个人多多少少 在这个阶段 其实 在其实很前面很长一段时间 比如三四十岁的话 没有大成就的人 都有一些拖延症 都不是说 其实把事情做得很好 但是恰逢 其实刚好这么一个事情 把我们三个人全部卷进来 刚好这个事情 他好像不断的往前走 把我们三个带着往前走 我们自己一开始 可能我们被 就像被卷到车上一样 慢慢的我们自己开始主动的去 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些机械装置 让这车走得更稳 更快 所以这个车 我们越来越有主动性 不断把它加载各种东西 改进 一开始的时候 只是三个人简简单单的聊聊天 后面有嘉宾这些东西的加入 后面我们不管是内容的形式 还有直播等等 后来现在整个节目的形式 其实也变了一些 都在不断把它做得越来越好 后来加入会员等等 我们是在不断的往前走的 而且这些东西 确实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正向反馈 很开心 对 所以越来越动力 把它做得越来越好 这种感觉 对 而且很有趣 我有时候会回头去看我们 不长 偶尔会回去看我们前几集 哇 那个连喊大叔中文 我都看的都很尴尬 我就觉得 因为我们有一位学生嘛 对 给了我们配乐 对不对 这个大叔中文的背景音乐 哇 那个加进来感觉就好 我发现前几集没有的时候很干 而且很尴尬 然后再三个人在唱独角戏一样 对 然后呃 其实我看了以前的东西跟对比现在我们做的内容 呃 真的我们也成长不少 我觉得这一年多以来我们 我们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做这个播客的节目 其实我们也不断的在成长 然后听各位同学们的建议 嗯 然后呃 我们现在比如说加了字幕 然后呃 我们也多了很多有意思的材料 嗯 然后也很多同学觉得我们做的不错 所以成为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 嗯 所以我真的没有想到在短短一年出头 没有几个月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有九十几个会员 这个真的出乎我意料之外 是的 而且大家都很支持 我们算知名度有已经有打开了 嗯 对 其实我有一点有一个核心的这个理念 就是以前做节目也是这样想 自己频道也是这样想 就希望做一个我 作为一个语言学习者会想看的东西 嗯 所以我一直是这样去想这样去做 但是在自己频道可能做着做着就没有劲了 反正这个啊 对 自媒体就是这样 对 要不就是你自己腻了 要不就是观众腻了 对 但大叔给我 就是因为我们三个在一起 源源不断的这个灵感 嗯 这个idea 不断的去喷涌出来 不断往前做 也不累 对 而且很奇怪 就是每一回其实我剪视频 剪完之后配字幕 我其实要看好多遍 但是每回看的都很有意思 就是最近因为把它 特别是缩减了二十几分钟 看一次也不累吗 以前五十几分钟看一次是挺累的 这次二十分钟 我先把它这个中文字幕做出来 我先检查一遍 看一遍知道 啊好好笑呀 好好玩呀 然后英文都好 我再看英文看一遍 哇怎么这么好玩 就是自己感觉很享受 觉得哎呀我这个节目做的真好啊 这种感觉 就是很享受 就是实现了我自己这个核心的理念 我是这样 嗯 我觉得我们这个大书中文呢 其实明年2024年 我们其实也 呃 在私底下我们三位聊的时候 其实也规划了一些新的改变 那我觉得我们有义务 让各位同学知道 大书中文可能在2024年 会有什么新的项目出现 除了现在既有的材料 已经很适合大家来学习中文之外 明年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规划 对不对 我们大书中文绝对不是像其他频道一样 一成不变 我们是不断的在变化 我们一直在改变 对 我们也常常去讨论我们要怎么做更好 所以各位同学会发现 大书中文的一些内容 材料福利一直在做变化 对 那所以我们也跟各位同学分享一下 大书中文明年可能会有什么变化好了 来这个我们的筹划组 来参数 主任 筹划组 筹划组 对 其实是这样 我觉得大书中文一路走来 就是不断在改变 大家能看到 就是是这样的 我们也其实有一种精益求精的这种精神 肯定是不只是想把这个播客做好 因为我觉得对于中文学习而言 播客它是一个方式 其实还有一些别的方式 能引进更多的方式 之前可能最近几个星期课 查说笨书聊过 就是我们可能想在明年 具体什么时候没有定 就是想到时候 比如说一切都比较顺的时候 加入一个新的系列 就是我们大书会走上街头 走上中国大陆和台湾的街头 对 让大家笨书说 我怎么不知道 我怎么不知道 我以为你要讲那个故事书 那个等一下会讲到 你这个 因为西班牙不需要走上街头 走上街头都是西班牙人 没有意义 因为那天可能你睡着了 我会查出在聊这个事情 就是可能我们到时候可能会引进一些 比如说 睡着的时候你们背着我聊了多少东西 对 我们常常背着你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对 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可能除了我们三个聊天之外 而在教学嘉宾之外 我们也想就是引进更多更鲜活的生活的这种中文 不管是因为在西安这个地方 它是北方整体普通话也比较标准 整体人比较标准 而且台湾台北的话 整体也是一个很特色的这个发音口音 对不对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可能是我和茶书主要会做这个事情 我们可能到时候会再去邀请新的成员 但是他可能不会露脸露脸 对一起帮助我们去完成这个项目 到时候可能一个星期会出一期 一期西安的 一期台北的这样 到时候会加进来 慢慢的加进来 或者是有可能中国各地了 我们会 要去旅游 广邀 这个我们会广邀其他的成员 可以帮我们采访 中国各地的这个母语者的想法 对 因为这种采访性的节目 大多数都是问母语者对于文化语言学习 还有其他国家的观感 那各位学习者是来自不同的国家 你们一定会感到好奇 所以我觉得这种采访的节目 在未来是可期的 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 然后 还有很多同学 外国同学去看你们 比如在笨笨吧 他住在西安 对 茶叔总是带你的这个外国学生 学生去吃自助餐 你们也可以 对啊 采访他们在 在这个中国的感受 对吧 对啊 这个其实也是我以前一直老 老想做的一个事情 就是但是 就是看后面 能发展到什么程度 有多少的这个机会 去做这个事情 就想 看一下 不管在中国学习 还是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 他们到底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其实我特别想了解 因为从一个他们的角度来 怎么看中国 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简单说 就是我们希望推出一个 街访的单元 那这个 这种视频的长度 可能是在五六分钟 七八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对 然后就是我们随机采访 母语者 或者是在中国的外国人的想法 我觉得很有意思 那当然 这些发想呢 都基于我们现在的会员数 要更扩大 我们 其实我们的会员数 更多的话 我们三位大叔会更有余裕的 更有 有更多的时间去 去 创造一些新的内容 所以我们 会思考 就是说 现在我们就开始思考 这些部分了 不过这个是一个规划中的 明年我想比较确定的 就是像Ben叔说的嘛 我们可能会 出书 对不对 我们大叔中的可能会出书 那这个我们 以请我们的这个产品主任 产书来 对 为什么意思 对 我们就是 大概现在有两个方向吧 因为是歌曲 就是 歌曲 歌曲 就是每个 就每个人 就是发挥自己的专程 不会唱歌 我们不会发专辑 不是 你这唱片了吗 歌曲 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写故事的人 大家可能在那个大叔的频道上看过几个故事 是我写的 之前和笨书直播的时候 笨书说过 就是要面向中文的这个学习者的故事书不能太难 最好是给孩子们看这个故事书 所以一开始的故事书 可是就是主角是以我儿子为原型的这么一个故事 他文字相对比较简单 有些幻想色彩 这其实是第一步了 就是我会做的故事书的第一步 后面其实我还是会想引进一些更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这种故事的题材类型 我很喜欢这种幻想类型的东西 而且像中国古代很多幻想类型的鬼狐仙怪的东西 像辽战那些东西很多 我想把它们进行一种现代化的处理 就是在里面提取一些点 提取一些点 比如说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叫画壁 有个人在这个壁画上看到一个漂亮的女人 然后他进入了画里头 但是我把这个点提取出来之后 写一个现代版的故事 同时会文字上会相对比较浅显 更容易帮助大家去学习 有更多的对话 更多的比较描写性的东西 这些都是以中文学习者为第一考虑去写的这些故事 这是我的一个方面 另外一方面 其实因为茶书和笨书都是非常经验丰富的中文老师 他们知道很多中文学习的这些痛点 比如说我们之前想做这个什么谚语啊 成语啊等等 他们也会以他们这方面专长来出一些书 也会出生一些系列 现在我们来让笨笨来介绍一下这个 笨笨来笨笨 因为我们的笨笨是负责我们的谚语 谚语书的部分 我们有极有可能在明年的时候 2024年的时候就会出版这些电子书了 应该是电子版的啦 也不是提我可能是必须出的 这是已经必须出 对这其实是我们的规划了啦 对我们的规划了 所以笨笨在说话前呢 这边我先希望各位同学已经知道这个信息了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以后我们出书了 大家可以去购买看看啊 因为我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学习者 所以这个内容也是很适合学习者的 来笨笨来吧 我让我编故事肯定编不了 因为我觉得想象力的话 这个是参书的专场我们没办法 但是我是通过这么多年教学生 我就是觉得在口语 就是中高级口语方面 这个同学们会觉得比较有挑战性 因为大部分的教材 包括市面上的一些这种俗语啊 成语的教材也是有的 但是我看的时候就觉得太书面语了 就而且里边在给你解释的时候 也都是用的非常正式的书面的描述 觉得对同学们的那个帮助不太大 或者就是他们选的一些俗语 真的就是不是常用的 在生活中我听不到的 那我会想的我的出发点就是 我想写一个书 就是我跟茶书还有灿书 我们来帮大家做这个筛选的工作 我们会挑出来真的在口语中常用的 而且是实用的一些俗语或者是成语 我们每个学习者也是有有限的时间 你花很多的时间去学一个根本日常 用不到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是完全是浪费时间的 那我们挑出来这些精华的俗语 每天用到的成语 那你可以在看过之后 马上跟你的朋友去用这个俗语 然后你会收到很好的积极的反馈 这样也会能够激励你去更好的去学习中文 那我们的这个教材的还有一个特别性 就是我们会加入这个语境 加入语境场景会有一些对话 所以你可以真的看到 是在什么样的场景去用这个俗语 而不是说我随便遇到一个差不多的情况 就去用这个俗语 可能你会用错 所以我们会保证在解释的同时 也会让你真的知道 什么场合用它是合适的 什么场合是不合适的 因为像变书说的 我觉得很多学习者 在学习成语或俗语 最大的问题是会用到吗 我如果学了用不到 那我学了干嘛呢 我希望我学的成语或俗语 都是日常生活真的会讲的 所以我们真的听到很多学生有这样的建议 所以我们觉得 我们大叔出的这一份关于谚语的这个书 绝对是日常生活中会听到会用到 甚至你看中国的影集电视剧也常常听到的 我觉得我们的特点就是帮各位同学 做了筛选的工作 这些一定是常用的谚语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 目前是辩书来这个主笔嘛 所以这个到时候出来的 大家绝对不会失望的 对 我希望大家在用这个俗语的时候 听的人不是说 他为了用成语 用了一个成语 而是说 这个人他描述完他的故事之后 你说这个俗语恰到好处 恰到好处 就是把那个人的故事 做了一个完美的一个总结 有一个文化的一个沟通的效果 不是一个我为了炫耀 然后用一个 你用了之后 大家也不会觉得特别 印象深刻的一个词 对 其实这个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 成语属语不计其数 那所以如何挑出 你学了最有效率 最实用的 这个绝对是 各位学习者最需要的东西 所以我们大叔也希望 出这样的产品 帮你们做筛选的工作 而且在他的解释 跟场景使用上 我们绝对 尽量的做出最精准的说明 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 大家拭目以待 绝对 绝对对你学习中文 是很好的工具 好 那我们这个 明年的展望呢 当然也是 最重要的基础 就是各位同学的支持 所以呢 这个茶树在这里呢 也这个应切的 希望大家加入 我们大叔中文的会员 那不管你加入哪一个会接 我们都非常的感谢 然后 由你们的加入 大叔中文才能做出 更多有变化性的材料 然后来造福更多的中文学习者 那么我们聊到这里呢 最后我们来回到我们个人好了 刚刚聊的都是大叔的部分 我个人对你们两位大叔的 新的一年 个人上的展望是什么 像参叔可能说 我再生两个好了 之类的 然后参叔可能 参叔可能说 再交两个女朋友好了 之类的 为什么这是两个 不一定这方面啦 我是说事业上 家庭上 个人成长 你们新的一年 有没有新的想法 我觉得这也是大家 很好奇的部分 来 那个变叔先来好了 来 我前半年肯定就是 要被束缚住了 被这个 这个研究生的 这个 对 硕士 因为 开始写论文 然后 还有实习 然后我还接了一个 接了一个活 就是 那个 这个你们两个不知道 你背着我们干什么 合法的吗 没有 有一个那个 有一个巴黎的商学院找我 然后 他们正好在巴塞罗那 有一个分校区 然后我会帮他们的学生 就是教一个学期中文 就是一边我要去大学教中文 一边做这个研究生的论文 然后 再做大书 然后我觉得我前半年应该是 非常充实 非常非常充实 大家看到我们 这个老师的数字多么的高 能力多么的强 只有变书了 我们 我跟参数是过的老百姓的生活 没有 我就觉得我读完这个硕士 我真的就这辈子再也不读书了 就 有个一回 对 就这个 这个这个月就疯了 因为这个月就是各种 现在12月嘛 就各种期末考试啊 演讲啊 然后要教那个小组合作的东西啊 然后就感觉 每天就是在忙第二天的 那个截止日期的事情 嗯 但是下半年的话 我就可能要好好放松一下 就减少教课 多玩一玩 然后还是大叔肯定是 一直是首要任务 再一个就是正好是我本命年 本命年 这个龙年嘛 龙年是我的本命年 龙年 嗯 所以可能 所以你要做什么事 本命年要做什么事情嘛 要小心 翻太岁是不是 对 对 这感觉好像会是很 说不定 平平安安是福是吗 对 就是不想太 太折腾了 在台湾我不晓得 我在大陆 在台湾的话 本命年要去 庙里面安太岁 要去点光明灯 要点光明灯 就希望顺利一点吧 明年 但是我可以帮你点一个 那个光明灯啊 我帮你去庙里点一个光明灯 可能大家觉得本命年 是一个好事 但是本命年一般是 一般来说就是会有 不太顺利的反冲 对 是的 所以希望平平安安 顺顺利利过去 明年 对 就前半年努力 后半年 休息 好好休息一下 嗯 辩书是很积极的啊 明年非常多的事情 还有学业 他是很积极 前半年内卷 后半年摆烂 确实 对 是这样的 平衡一下 综合一下 对 后半年辩书可能又会 一些积极会去想某一些国家 后半年我觉得要要除了大叔以外 可能自己的频道再弄一弄 因为还是有一些 你荒废很久了耶 对啊 邓叔你的YouTube的Instagram已经已经发霉了 已经 但是野草重生 就是拖大叔的福 就是感觉那个粉丝还在那个上升 对啊 对对 但是得捡起来 不然有点太对不起 可惜了 有点可惜了 因为你的频道订阅都很多嘛 对 那OK 好 辩书的生活目标非常的明确积极啊 那参书你呢 我其实也可能比较简单 我发现真的就是每一天过得好像很快 每天因为大概有事情做的话 就是一会儿就过去了 好像要是工作再做一做 晚上回来陪陪孩子吃吃饭 因为我现在中午还要做饭 给瑶瑶吃 因为她中午回来吃饭嘛 所以其实每天好像很充实 因为早上可能把瑶瑶一送 我和我老婆就会走一段路 在公园里绕一个小时才回来 每天大概就是这样 回来之后工作一个半小时左右 然后没有广场舞的安排 没有 我估计我到老也不会跳广场舞 也不会去跳 我每次回去就特别喜欢看广场舞 就觉得那个身体的那个 特别喜欢跳是吗 特别喜欢 未来的事不一定 说不定我们三位老了 可能住在同一个地方 每天早上去公园 可以啊 跳那个三十年 广场舞之类的 那个DNA都跳动起来了 有可能了 其实我觉得明年应该主要还是以大叔为主 因为很多项目 其实你像我们前面调论了 有很多项目想推行 想推行肯定得去做做计划 怎么把它慢慢的往前走 其实我觉得大叔是一个我非常看好的一个项目 甚至我自己的频道有点 我已经感觉到死胡同 我走不下去了 不知道笨叔是可能是因为时间没有了 放弃了 时间不够了 没有自己做是真的就是任务感觉 觉得 对我做不下去了 我说实话自己的频道 我不知道该怎么往前做了 不知道该怎么推进了 大叔当时让我看到很多 其实可以往前做的地方 像我们谈到很多项目 我觉得现在有些 因为你最早开始做大叔之前很多想法 你感觉像吃人说梦一样 但是一旦做起来了 做起来之后滚动起来 好多东西其实都可以实现 你相信能实现就能实现 只要你给自己一个限定 我说我需要明年 比如上半年 我把什么投入金要做起来 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宽的这个期限的话 我觉得相信都是能做起来 这是我愿意去做 愿意去挑战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 其实真的是能把我们的这个事业 拓宽的事情 所以我的事业的方向主要在大叔 我基本是主要是往这方面 做这个东西 另外一方面 其实我另外有一点是最近 因为我在写故事 我看了好多书 特别是前段时间不是住院了吗 就看了好多书 我其实有点感想 就是我好像可以把我这个写作的梦想捡起来了 因为我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这个想法 我以前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去发展我的故事 因为但现在因为故事写的多 然后有很多想法书 看的多很多东西砸揉起来 我发现故事的东西慢慢在我脑子里 已经已经有些长起来了 我觉得慢慢的 我可能在做大叔之鱼 会让自己慢慢的实现自己小说家这个梦想 做家梦 对不对 对对对 这可能是我明年这么一个主要做的事情 而且呢 我们现在做大叔之后 就像灿叔说的 很多梦想 本来认为是白日梦 对 后来发现 它是有实现的可能 那而且呢 我们的观众群多了之后 你像灿叔想要做作家 可能他出的著作就会有一些基本观众群了 对啊 他们可能目标是学中文 甚至有一些是真的是母语者想看 那种狂想幻想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做大叔会让我们很多原本认为不可能的事情成真了 而且真的 真的大叔不断的在实现我们一些以前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 是的 我真的就想之前我和你们说过一个事 就是当时觉得啊 做大叔做的心潮澎湃 我就想对 我就想那个刘邦 汉朝的皇帝 他们最早他的整个王朝建立那些班子的人都是一个县成立出来的 你想想看他们当时那些人一开始的时候 谁会想到自己以后会建功立业 甚至有一个人成为皇帝 谁也没有想到 当时抓住了机会 大家其实都有能力 很多人没有成功 我是觉得刚好没有这个机会去做个事情 有这么一个机会 抓住这个机会全亲的投入进去 可能就一条路在前面摆着 对吧 对对对 你说再说的大一点 咱们就有点拖大 但是我觉得好多人成功的轨迹虽然不一样 但是好像又隐约是一样的 就像马云一开始大家说他疯了 去卖那个黄页 对吧 网络黄页到处去推广 谁会想到他最后会成功 他就是想有这么一个很狂想的这个梦想 然后他一点点去推进 然后找了一大班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去做这个事情 对吧 后来做的越来越好 越来越多人进来 就做成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项目 自己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完全没有想过 很多事情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在我们有限的这个想象力想象不到的 你做着 慢慢一点点往前做 很多东西都会不断的不断的扩展 我是这样想 对 就我们做的时候就没想到有这么多人真的喜欢 支持我们的频道 对 所以应该要这个think big对吧 要敢想要敢做 对不对 我们要梦想要远大 而且呢 其实我觉得我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 三位三个男人谁要看 大家都要看美女 如果你是那个大姐大姐中文 可能很多人会看 大叔谁要看大叔 后来发现很多人其实是喜欢我们的想法 对 喜欢我们的观点 我觉得很多人其实 像昨天我跟我的一个学生见面嘛 我们一起吃饭 是我的那个学生 他就说 其实你们聊什么都好啊 我就是要看你们三个而已啊 所以就是说 变成我们三位是 我希望未来我们三位是学习中文的一个icon 一个标志 就是看到大叔中文你就会觉得 哇 看到大叔中文就会觉得 学习中文是靠谱的 学习中文是可以的 是容易的 我会喜欢这样的频道 就可能做饭呢 或者是无聊的时候就把大叔打开 然后放在旁边 对 或者如果是直播的话 我还能马上过去发一条信息互动 马上得到大叔 对啊 大叔们马上就把我的信息读出来 我觉得这样的频道会 对我语言学习的话特别有帮助 我会感兴趣有动力去看 而且我们大叔好像真的就是现在这个发展 不只想做内容 就是想做这种视频的东西 也是产品也要出 就是我们真的就是像你说的 想在这个中文学习的世界这里头 占有一个品牌 我是觉得 做一个不一样的 不只是一个纯粹的视频频道而已 那这个最后呢 我就以我个人展望来结束好了 明年2024年呢 茶叔是 庄无茶 菜叔咱们都没有cue茶叔 咱们两个 对啊 我等了三分钟 茶叔自己cue自己 我只好自己悲伤的自己cue自己 因为你忘了吗 因为每回都是他他cue的 所以最后要回到 我们两个 茶叔给我们惯坏了 茶叔满脸的 我们惯坏了 对你每次升华呀 然后问嘉宾问的特别好 我们两个 这个就聊到我们三位就是各司其职了 对不对 我是负责 所以茶叔 你对2024年有什么展望 茶叔你明年要脱单吗 没有 我其实明年 当然我的生活重心之一 还是大书中文了 那明年我 其实我现在还有教一些英文的家教课 那明年我可能全部都要停止了 因为明年我是设定成 是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一个年 对 因为我觉得我这几年来 都在做直播课 好像都在免费的教全球的学生中文 对 然后有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没有特别想到自己 所以 太辛苦了 茶叔感觉每个晚上 对 觉得你 就一定在那里 感觉是一个准时的那个老朋友在那边 就是要想一想你 老婆吓我一跳 哈哈 就从你自己的角度的话 好像全年无休 对 对 其实我除了生病之外 或者是这个过年 我几乎都会在 我连我生日都要直播 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 当然是因为学生给我非常多的反馈跟支持 这个绝对是我的动力 如果没有这些学生的支持 我早就放弃了 说实话 但是明年我希望我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 或许吧 我可能会把直播客的天数减少 也说不定 但是这不代表我对教中文没热情 而是我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来沉淀自己 对 然后思考一下 我是个怎么样的人 那我这个人是比较喜欢宅在家里 跟喜欢内省的人 所以我会希望留更多的时间来思考 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更快乐 然后我 我明年开始我就不会再教英文了 我会把我所有的英文家教都推掉 那中文的一对一家教 我可能也会都推掉了 我希望明年我可以完全享受自己的生活 然后我想要更全心的投入志愿者的工作 因为这几年可能因为教学真的比较忙 没有办法很全心 明年开始我可能会花更多时间当志愿者 然后帮助更多我身边需要帮助的人 对 所以我 就今天这么忙 我看你也一直在做志愿者工作 对 今年真的很忙 但是我还是没有偏费志愿者的工作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去帮助别人 然后跟其他的志愿者做这种志同道合 一起帮助别人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帮助别人是一种 能够了解自己的方法 然后更珍惜自己目前生活的方法 我觉得这个就是志愿者最好的好处 就是你其实通过帮助别人 你更了解自己 而且你也发现其实你很幸福 所以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所以我明年会把重心放更多的时间 在志愿者的工作上面 然后我也会让自己更轻松的过日子 不要给自己那么多的压力 还有 因为我现在几乎每个小时都排得很满 有时候我觉得我会没有 我好像没有自己的时间 所以我会希望 我以后可能两小时才拍一个工作 两小时才 那我可能过得会比较轻松 因为查书已经老了 所以我希望 没有没有 多跟自己聊聊天 多跟自己相处 多了解自己是怎么样的人 然后通过大书中文 我也觉得 我好像也还没 也没有都没有做事情 我还是有在成长跟做事情 对 所以这是我明年的想法 OK 那我觉得我们三位都分享了 个人的展望 跟对这个频道的展望 那各位同学 你们有没有什么 自己的新展望呢 各位同学不要觉得有压力 好像觉得人生 一定要有一个什么 什么具体的目标 我觉得有的人 每天过得开开心心的 这也是个很好的生活 所以没有人能够决定 你未来是要做什么 没有人能够干涉 你是个怎么样的人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要做的是 对自己有帮助的事情 对别人 也无害于别人的事情 然后每天开开心心的过活 就是个很成功的人了 这是我的感觉 OK 那我们今天呢 就大致跟大家聊到这 如果大家有什么 想要跟我们分享的 或者觉得大叔 可以做什么样的内容 你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对 你们2024年的计划是什么 你们希望看到大叔们 2024年要做什么 做什么心理东西 也可以告诉我们 对 那最重要的是 一定要多多支持大叔中文 成为我们的会员 是最好的支持方式 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了 跟大家说再见 好的 来 跟大家说再见了 拜拜 拜拜 拜拜